记者王骏中台南报道,台南市刑警大队真六队真柴佐陈宏元,在今年8月初检查赫然发现罹患鼻烟癌,不幸在9日1日病故,身后留下两名就读国小的年幼子女,同事们得知都难过不舍。 台南市警局表示,将发动警新专案协助陈佳人渡过难关。据了解,47岁的陈宏元市警员班132期,在永康警分局警员任内考上真柴佐,先后在白河、新化及市行大服务,专长真半枪读案件,办案绩效优异,今年初才破破一件犯读案,向上溯源三层逮刀要头, 并且获一把改造枪支陈宏元办起案来十分认真,可在办公室待上一整天,休假时常主动加班工作,默默做事不必长官操心,对上长官形容他办案认真,使命必达,谁被他锁定,难逃罚网,有机会在今年升任小队长。 7月底时,陈宏元上班期间突然觉得喉咙沙哑,身体不适,到市旅安南医院检查,赫然发现已是鼻咽癌末期,肿瘤也已转移到肝脏。 躺在病榻上的陈宏元还不忘向长官交代工作内容。 长官与同事探望时都感到不舍与难过,陈宏元的病情在一个月期间迅速恶化, 9日1日下午病故,留下一双语就读国小五年级儿子及读小二的女儿。 由于陈宏元是家中经济支柱,面对突来噩耗,七七几乎崩溃难以接受。 刑大支六队长吴俊宏与刑大同事协助善后,台南市警局出将急于抚恤金让陈七扶养两名幼子,也发动静心专案,请原警同人自由捐款帮助陈家。